CNBC知名財經主播 野豐黃仁勳 不只把愛犬取名叫輝達 連穿搭都有仁勳style 直接穿上新買的黑色皮夾克 感受仁勳魅力 CNBC主播越講越興奮 還說自己早看出黃仁勳不同凡響 外媒主播嘴巴超甜 主要還是因為這件事 美國時間週三揮達股價大漲 百分之五來到1224美元 歷史新高 這一天揮達市值突破3兆美元大關 一舉超過蘋果成為全球第二大公司 黃仁勳 黃仁勳身價水漲船高 但每次現身又總是親切與人互動 不少外媒注意到這位AI教父在台 人氣超高 其中路透社更以林舒豪 先前在NBA創造的Linsanity現象比喻 說黃仁勳在台掀起 Gensanity旋風地位像大明星 撇開黃仁勳個人魅力 AI趨勢已經銳不可擋 不過美國財長葉倫仍警告 未來得提防 AI導入金融領域可能釀成的風險 雖然金融領域使用AI 可以使工作效率變高 例如幫忙偵測逃漏稅 防止詐騙 洗錢及恐怖主義募資等等 但相關領域安全性充滿未知 甚至可能運算出藏有偏見的結果 Yelen會也會提到 有關於一些AI模特兒 被淘汰了違反的結果 這當然是在金融領域的問題 如果對金融領域的決定 想像是被淘汰了 因為一個軟體不喜歡你的性格 或你的性格 或你的責任 美國知名大學教授甚至認為 未來一百年內 AI導致人類滅絕機率 恐怕高達99.9% 他並預測出三種悲慘結局 第一是每個人都會死 或是每個人都會變得極為痛苦 第三則是AI比人類更有創造力 能完成所有工作 導致人類失去追求目標的動力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就曾做過類似發言 AI科技才剛加速發展 全球各地卻已經傳出不法事件 利用AI生維技術干擾政治 散播假訊息 今年初就有AI身為拜登的聲音 呼籲選民不要去初選投票 川普最近也被合成穿上橘色球服 偏偏這些社群網站平台 河南百分百度絕散播 IMF第一副總裁最近更以1980年代 自動化取代大量職位的情形為例 認為AI確實有可能在經濟不景氣時 瞬間搶走更多人類工作 雖然AI帶來無限可能 但隱藏的風險各行各業都必須提前面對 謝謝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